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4日报道 外交人士和专家说 俄乌战争是冷战结束以来 欧洲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 但欧洲人错失了加强自身防务的良机 相反 这场冲突强化了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他们指出 华盛顿领导了对俄乌冲突的应对 召集盟友 组织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迄今为止 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装备和情报是最多的 基辅会得到和不会得到什么武器 每一步都是由美国决定的 美国外交学会德国问题分析人士 利安娜菲克斯说 美国的领导作用几乎太过成功 导致欧洲人没有动力自己建立领导作用 他说 人们的看法是 在欧盟没有真正的领导者 美国对布鲁塞尔事务大包大揽 这个问题可能回过头来会困扰美国 这个问题也会困扰欧洲人 外交人士和专家说 很大程度上 这是因为欧洲国家对于战争应该如何结束 甚至对于自己与俄罗斯及俄总统普京 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方面 存在严重分歧 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教授 查尔斯·库普前认为 如果没有连贯的欧洲外交政策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欧洲防务 他说 乌克兰危机有利有弊 既促使欧洲人重新团结起来 也导致欧洲人产生新的分歧 他说 欧洲对自主毫无兴趣 如果自主意味着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话 因为这场战争凸显了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 以及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中东欧国家 波罗的海国家和英国 一直对欧洲自主防务的承诺不信任 他们努力让美国保持对欧洲安全和北约联盟的参与 对他们来说 美国的核保护伞是威慑俄罗斯所必须的 库普前说 鉴于华盛顿想把重心转向中国 不管他是否哀叹 这场战争大大延长了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存续事件 北约前秘书长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曾说 只要欧洲主要大国不能就共同的对俄策略达成一致 欧洲其他国家就会把目光投向大西洋对岸 寻求美国提供安全保障 德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贡特拉姆·沃尔夫说 欧洲的梦想始终是拥有两大集体支柱 一个是财政支柱 另一个是房屋支柱 德国锚定第一个支柱 法国锚定第二个支柱 他说但乌克兰战争成为 使欧洲安全发生重大改变的因素 中东欧国家立即明白 他们的安全需要美国 而德国也迅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欧洲国家试图补上必要的房屋投资 却是以各国分头进行的方式 没有经过布鲁塞尔的协调 这不可避免的意味着购买现货 因此基本上意味着采购美国武器 而不是欧洲武器 德国惹恼了法国 因为它立即购买了美国的F35战斗机 而没有购买欧洲战机 甚至没有等待延荡已久的 法国 德国和西班牙联合研发的 喷气飞机项目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这个项目本身与英国 意大利和日本 联合研发的新战机项目形成竞争 但这两个项目预计在2035年到2040年之前 都无法推出可投入使用的喷气战斗机 同样 由于担心容易受到部署在加里宁格勒 可携带核弹头的俄罗斯中程导弹的攻击 柏林与13个北约盟国和芬兰 后来还与瑞典合作 提出了欧洲天空之盾倡议 这也让法国惊恶 这个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将主要使用现有美国和以色列技术 而不是欧洲的设计 菲克斯说 从长远来看 像这样的决定加剧欧洲对美国的依赖 人们现在押注北约和美国押注已经存在的装备 他说 在安全和防务方面 欧洲已经失去了可信度 法国本来可以利用这场冲突的机会 向乌克兰和中欧地区大规模投入 并说 你们真的可以指望我们 但这没有发生 相反 巴黎和柏林都犹豫不决 希望这是一场短暂的冲突 而现实证明它并不是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战略自主已经死亡 菲克斯说 这正是法国人最不想看到的局面